除夕夜,流失海外的山西天龙山石窟佛首亮相央视春晚,引起国人关注。 2月12日,佛首故里山西太原天龙山青山依旧,静候国宝归来。 此番回归的第八窟北壁主尊佛首,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的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。 天龙山石窟是遭遇,北朝东未时, 历经北齐、隋、唐、明等不同时期的开凿,现存洞窟25个,造像500余尊,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20世纪20年代,外国侵略者对天龙山石窟进行掠夺和破坏,大量石窟精品造像流失海外,散落在欧美和日本等国。 此次回归佛首具有重要意义。 第八窟位于天龙山东西风山腰间,它是天龙山石窟唯一的隋代石窟。 石窟门前,两尊立式造像头部被盗,拱劝中央有一道裂缝。 洞窟内外造像皆损毁严重,周围洞窟佛首也大多失散。 近年来,当地文保工作者致力于通过数字化采集,在县流失海外的石窟造像。 佛首回归后,当地文物部门将结合此前的数字化采集成果,进行陈列布展,并向国际巡展。 这个陈列布展了,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初步的法案了。 计划了就是从这个医交方面,战争方面和学节方面了作手。 敌嘴于了,让人们了,极能够高传统的工匠姊妹和早祥姊妹。 还要替爷出来了现在的科技化的一些应用手段,也就是在具备挑战的时候了,咱们不但要在奔迪战, 还要结合到咱们中华文化咒出去,享无的,媚称铁龙的国际巡展了,咒相国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